很歡喜大家一齊來到這裏 一齊受訓練成為朋友 這個過程希望大家 令大家激起你的心 去處理生命 享受神 來一路發揮 我們這幾堂都會講到輔導 處理生命和行程 這都是十分很重要的 因為對於輔導有些人的觀念 就好像輔導員 官方很正式才是 可以輔導 但其實輔導是很輕鬆的 隨時你和家人聊天 已經可能有些輔導 全方又會有輔導 身邊也會有輔導 至於輔導的內容做些甚麼 稍後我們會講溫化 之前已經講過一次 我現在簡略講到一些重點 第一就是聆聽 而聆聽的時候很重要 就是切身處地想他的問題 不像他的問題 他的事 我作為老師幫他 而是我感受到他的不開心 他的錯誤 他的悶 我感受到 的時候我會先回應他的感覺 為何會先回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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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多人在悶難之中 在開心的時候 他覺得好像人人只教他 他就覺得好像是一個教師的關係 但如果我們感覺到他的感覺 而回應他的感覺 他就會覺得被接納 被體重 他就會被安慰 即是這個安慰 很簡單 大家都有這種情況 例如夫妻之間 夫妻之間 夫妻之間 或是小組的組員 家人 子女 父母 其實都有很多事情處理 但你發覺周圍的人 是一個習慣 很快 例如你告訴父母 你說 我認識一個人 在考慮成分 可能他很緊張 打網台去插家集 麥債波隱是甚麼人 然後說 不行 不要 你不要 所以很多人有時會害怕 因為告訴父母 後果 他可能很多時候說不好 教一大輪 很多太太都說 男性通常比較容易教導 包括我自己在問 所以要叫自己去援應他的感覺 人很容易 首先很想教 例如你兒子 我明天考試 你們緊張到肯定 在這裏 在這裏 不可以玩機 我們會有很多反應 這就是影響 那個人 所以為何這麼多人 不喜歡找父母 談 不喜歡找一個權威的代表 牧師 高高在上 喜歡找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 未必教你很多 就是和你感受 比如失戀 很多人 通常會找父母 父母 父母 爸爸媽媽 我失戀 很厲害 說什麼 一早就叫他和老草在一起 老草應該分手 他可能這樣教完 他就很不開心 所以這個觀念 我們不只認為是父母 我們不只認為是父母 認為在所有關係 都盡量是 對方說出他的問題 馬上感受他的感受 這件事 可以說是好考 好考我們 我們真的要去感受他 當我是他 然後我去感受他的感覺 然後去回應他 我們也想想 如果當時有子女 我們想想 你對子女 是否能夠感受他的感受 因為很快就能夠教導他 我們聆聽 聆聽他的感覺 又回應他 即是回應的時候 那些是感受他的感覺 關心他 接納他 然後就聆聽 聆聽之後 我們就了解那個情況 了解情況 可能就會有些來回溝通 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 一方面回應他的感覺 另一方面知道他 在面對很多困難 將他的問題聆聽 了解 然後去達到一個結論 到底是什麼事 到底他在面對什麼事 他想來幫助他什麼 然後在這個時候 都跟他一起去談 說回這件事 到底你是否看到這個問題 有時那個人自己不覺得這個問題 需要這個輔導的人幫他看到 幫他看到之後 就開始去找一個處理方法 找處理方法的時候 最好就是讓他想 因為如果你教他怎樣做 他未必會聽 你教過很多事 當人一教 我們馬上就不想聽 但如果跟你想 你想不想找解決方法 如果你想的時候 他會和你一起想 他就覺得他會接納 大家一起商量去想 然後想到之後 就是怎樣去解決方法 有些是處理事 有些是處理內心 有些是處理內心 分開兩步 處理內心 處理事 處理和人的關係 這是很簡單的圖畫 其實我們每天都有做 有時聊天 有些人會說 很不開心 有些人會很快很容易 就說 你就不要不開心 快點祈禱吧 其實基督徒一說祈禱 是非常好 不過有時是一種逃避 有什麼問題 例如有病 祈禱 就不像回應他的感覺 不是回應他的情況 而是馬上就給他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這樣祈禱 這樣祈禱就不用想 對嗎 我們有時就不想進入那個問題 OK 我告訴你 你的情況給我聽聽 不過請你大聲一點 我覺得我個人的靈修方面 一直都做得很好 因為要我打一本聖經 如果是舊藥 就有很多人不明白 如果是新藥 就已經聽過牧師 解釋過那些經文 好像 如果一靈修的時候 就會想 牧師曾經在廣道的時候 選擇這些經文 他已經發揮過了 好像沒有一些新意 另外就是 靈修方面 如果我看那些 一本都很古老的 歷史後 搞個靈修書籍 叫做《每日經識語》 就是我以前都試過的 但作者選擇過的經文 然後他寫了一些所謂的評語 對啦 好像我要吃他的口水尾 那樣 就是我未必一定認同 另外他所說的 又未必幫到我 當時那個處境所面對的 所以我覺得 總是看那些 有一個作者 對於田經文那個 平術的靈修處席 對我的工作都沒有問題 我另外一個靈修 就是聽那些網上的靈修網站 我都是聽英文的 當初 因為覺得中文和英文 那個簡經 都不一樣 反而我口味 就經過有以英文的靈修 但這個都是要借助 借助一些外力 我才可以有靈修 很難為自己拿一本聖經 自己看 由自己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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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載一些味道出來 這個就是我靈修的境界 還是在柯街 或者十字街上 所以請教師幫助一下 我想問你先 當你有這種困難 你的感覺 會不會覺得很難 會不會覺得很難 像有困難 你的感覺 會不會令我開心 會不會很重 我便覺得 我便覺得 在 例行公事 讀一段經文 是否也讀了它 明白嗎 明白 明白多少 知道多少 有多少 然後 然後 靠我自己去想 去拿一些新的 是很難的 還有這些新的 是要跟我 當時的 那時那刻 我的處境 有交 有難的 是難的 另一個困難 就是祈禱 祈禱 我今天要做什麽事 或者要做些和自己的關係 做些交錯 或者做些工作 一起順利 這樣便完了 我祈禱的範疇很差 都是自己 亦都說 戰中這一點 我應該怎樣祈禱 美國和黑人被人槍殺 我好像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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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就算是香港的局勢 我能祈禱 我怎麽知道 我能祈禱的指是什麽 所以我祈禱是很真 還有一些賤詩 譬如說 例如有些困難 其實這個就是 可以抗拒我代表的 那範圍 這一點我可以學功夫 我問的問題 是你會因為這樣不開心 覺得壓力 覺得和生活很軟 給你一種疏離感 不開心便不會 不過靈收不出那種味道 發不出那種甜味出來 好 我們現在暫停 想問大家 我們聽到這裏 發覺這是一個什麽叫輔導 即是 靈性輔導 是一個靈性輔導 而且是一個 因為我重複問兩次的問題 是什麽呢 就是 有沒有令你開心 壓力感 疏遠 他的回答 似乎 不在感覺上 不是他這個 這件事 他想問一個方法 是嗎 這個就是我們在輔導的時候 我們就 聽的時候 我們在流聲聽他說什麽 然後馬上 就會有一個這樣 的了解 知道是方法的時候 其實就 其實就 好辦事 為什麽呢 當你有一個方法 可以幫助他靈收的方面 就可以進入了 即是跟他討論 有一個方法 所以這裏 這種情況 通常我們 當然可以用輔導的方法 慢慢引導他 怎樣去靈收 但基本上他所找的 是找教導 他基本上是找教導 他已經在找教導 所以他已經是很開放 所以這個情況 就不是我們練習到輔導 我們是教導 練習到教導 這一個問題 我就 因為 我們想操練一些輔導 生命在裏面的輔導 你那種是一個方法上的教導 所以我現在就很簡單 我們過程中 都留心聽他說的話 聽的時候 大家聽不聽到他對於 這個聆聽 我問了大家 這個聆聽 你聽到一些 他對於靈收的情況是什麽 你不想透過靈收書籍 去幫他做靈收 希望可以 道路德文看聖經 一會兒跟他說話 他也希望 從而跟神的關係 更加深淨 還有沒有什麼 他有一個模式 他有一個思想模式 大家聽不聽到 還有他不喜樂 去看聖經 這個就是後果 情緒有過 但他有一個期望 我覺得他很想 在讀聖經的時候 得出名道 他講了兩次說 得不出名道 這樣就要看別人的 可能處解或分析 他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而且他似乎很希望 在聖經中 找到一些教導 跟他當時的處境 是有直接關係的 這兩件事 他也重複了 起碼兩次的事 好 這個一言 多謝 多謝你 看到這件事 你想能夠 聞出味道 和應用在他的生活 還有沒有什麼聽到 其實有時候過程 可能有很多事情 有時候 輔導其他事情 真的要好像 那件事一說出來 在空氣中停留 半秒鐘 你立即聽到 立即留意到 而你想回 所以有時候輔導 如果你真的不記得 你可以告訴他 你尷尬我寫下 因為 尤其當他講很多細節 寫下就可以記得 再問他 好 他所說的代表事項 好像 看一看一看 自己 他希望 我鼓勵 他希望他自己 平靠的世界觀 好 其中一個事情 昨天我聽到舊約的理由 好像零收得不到幫助 新的老師說過很多事 好像沒甚麼新意 上網或看適經書 好像別人都說了 又好像得不到幫助 我聽到這件事 我覺得這是令到你 在零收時想發現一些 如果你形容是否一些新意 忽然間好像刺激喚醒你 一些特別的靈感 你是否覺得這樣的時候 你就覺得這次零收有意義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是的 我覺得是這樣 即是你記錄的 例如在創世紀 我知道第一天做聖上 突然一至七分 然後有一個阿當口 然後有意見 這個故事都知道了 但是 不知道 跟今時今日 合致時察的關係 我問是否只讀過 例行公事 但零收我就覺得 我一日讀一張或一兩張 總之讀完之後 你掃完之後 就有幾套 這個就是例行公事 食零收 如果去深究的話 就變成怡經識了 如果怡經識 我又要上網查 為何這一切這麼大 變了又煩很多 並且所需的時間又多很多 所以 就是困難在這裏 譬如說到了舊約的故事 那裏很多地方都不明白 如果不明白的時候 放下它 即是當不明白就不明白 變成了 即是難夠約 就特別常有 我的感受 至於新約 就四封陰 這樣 牧師已經講到 很多段經文都解釋過 發揮過 就是一個牧師 聽過一個牧師 這樣發揮 超過一個牧師 有很多牧師 在這段經文 如此地般發揮 我已經聽過 對我有 好像我得不到 超出它的發揮 就是一個環圍的意思 那變了 譬如說 補羅書信 那些都 那些都沒有很深 就是比較直接些 那些文字 我自行投恩 我是女人自 我是不直 都不知 都明白 起碼自演明 當然有些書 就難明白些 你去看視路 看視路有很多人 這裏我暫定 這裏我暫定 那我就想訓練它 為什麼呢 這個變成我們 是一個好像 一個研究式的輔導 不是一個個人性的輔導 我想說一會 你們會聰明 我們會 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可能性 就是你們試試 輔導一個人 而第三個人聽著 因為這就是輔導訓練 就是所有人聽 就是這個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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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你 關於這個 你所看到的 這可能對我們 大家有幫助 可能 我聽到 就是你是想 找一些 深入的 insight 看一些 生意 有些 好像 忽然將你的生命提升 你就很想找 但又讓我找不到 所以你就覺得佛命 那我就 我就想 這個都可以對大家有一個幫助 當我們看聖經 如果你每一次都想一個 牧師未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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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找一個新的意境 你都可以想到頭都大了 都未必想到 這個未必是 即是 因為我是教導的 因為現在不是輔導 我一脫離了 我一盡快不見到 這個問題 我就想試在輔導 那 當你的 看法是 新意 或者是新的知識 或者是新的 insight 的時候 這個是極而確實難的 即是有些人 他可以 真的會有 很creative 但我會這樣想 因為 靈修最重要是 跟神的關係 跟自己的關係 跟人的關係 即是怎樣幫助我們 跟神的關係 跟自己的關係 所以在一個經文 其實任何經文 我們看到的時候 都想到 神的愛 神的智慧 神的能力 神的誓心 比如創造 你看到很多很多 但當你想到 哇 神創造今晚 是否這麽通負 這麽多元化 而配合 令到這個月上 這麽好 那你就會說 當你看創世紀的時候 哇 神就做各樣 在地上彭的生物 當你看到 想到神 你就應用在 這個神多好 即認識這個神 那你就會 心裏面 充滿一種感激 或者 普通 福音書耶穌 或者就算在 那些出埃及記 那些人經歷的事情 他們怎麽不聽話 但是神都這樣愛他 你想想 如果你帶著幾十萬的人 帶他出埃及 那些人又經常不聽話 這頭神職完了 那一頭又懷冤 如果我們當然會 頭髮發生 但是神很耐性 一次一次 一次去帶領他們 教導他們 那你就會想到 神很多時候都不聽話 但你愛你 不是一定要生意 總之 這件事提點我和神的關係 我可以更加感激神的愛 感激神的愛 不用一定要生意 不用次次生意 不過我們可以越來豐富 有些可能經常都重複 神在這個詞後 反應我 這個意念我想過很多次 但我每次都得安慰 神現在在幫我 我不用每次想一個更新的 神用什麼方式出現 我不用想這件事 這件事已經很足夠了 神在服侍我又很好 神很耐性 有之內我的罪已經很足夠了 不是一定要生意 那樣的意念 神在服侍我真的好 真的有福了 這樣已經可以很開心 這樣的時候 你不是找到知識 而是找到關係 和認識神是怎樣的 因而我自己 神是這樣對我 我有多重要呢 我真的好寶貴 我的生命好寶貴 神好體重我 同人關係 祂也是很寶貴 於是我又會祂和愛祂 有些很基本的教導 其實是重複享受 都可以成功有力 自己代討 我們也不用在這裡想到 那些代討事項 每次想到的 不要緊的 你就是關心他們 很想他們得祝福 在心裡面有怜憫的心 而我們祈禱有 享受神的愛 和愛慕神 然後就是 我們自己 處理生命 在神裡面 讓神的愛來到我們身上 然後就 讚美神 然後代討 然後就是等候神的祈禱 不是一定要很特別的生意 就是你的心要火熱 神 我很想復興 我很想這群弟兄姊去復興 我很想這群弟福 普通的時候 討好出火 神 很想這群悔不好 個個都興起來 個個給神使用 我自己也給神使用 非常好 即是火熱不一定要生意 不是火熱和愛 就是喜樂 輕鬆就可以了 OK 我簡單回答你 現在 我想你們操練 操練的方式 為何三個人一組 現在未開始住 三個人一組 為何一個復讀一個 第三個就是聽 因為 坐在那個 甚麼都沒有做 他們會聽到多些 他會留意到一些事情 可以回應 如何改善 這就是給我們每一個提點 關於復讀的方面 好 但未做之前 我都想 有沒有另一個人想 你扶著走 你坐在你的位置 你不用走 不用離開你的位置 有哪個想 有哪個願意 我想問你一句 我信到子三年 信耶穌三年 很充滿著我 很充滿著我 充滿著我 充滿著我 很喜樂 但有一件事令我很不喜樂 就是 大家 這裡有個姊妹 大家心口疼 我便過去和她祈禱 是不是要問她的情況 她說 她個人已經不太精神 沒有出聲 沒有誠 我說我和你祈禱 但是呢 有個姊妹說 不可能和她祈禱 要問她 要不要叫十字車 叫車 這是在你教會發生的事 但令我個人很不開心 我本來很喜歡去幫人 令到我都不夠膽 勇氣 本來我看到人 有師傅 跟你祈禱 有時候 我們信耶穌 我以前很喜歡這樣跟人說話 令到我 沉昏箭頭 不敢勇氣走出去 這件事會不會得罪人 得罪食 這件事我未能解決 經常很不開心 即是被她嚇怕了 是不是 對 以後就不敢再去幫人 怕著 待會又說 你又要做錯什麼 對 你又要送她去醫院 或者你要做什麼 你又沒有做錯 事關於是 我當初 進了一年左右 有個執事 執事 但自己不是很舒服 說水哥你跟我騎討 我說我不是 我今天初學 我是幼稚園 說不要緊 你跟我騎討 今次說 你打喉也可以跟別人騎討 接著我很勇氣 我看到別人不舒服 就跟別人騎討 自己家裡的人 太太不舒服 我馬上有跟她騎討 OK 但自從經歷過一次之後 我打喉不敢 你又不敢 那你真的不停了 就是要問別人 先問別人 我才夠膽跟別人騎討 問時會不會都害怕 對 沒有以前那麼勇氣 突然那個人不舒服 我不管 就馬上去騎討 他騎討 神會幫他 他突然很精神 很喜怒 我自己又喜怒了 自從那次之後 我就怕了 怕了 對 首先我想說 我欣賞你 你很單純地 很想為人騎討 很單純地 對 你有這個信心是非常好 我欣賞這件事 你有這個心是非常好 對 因為一件事令你害怕了 我想問你 你自己說出來 你怕是怕什麼呢 怕是怕什麼呢 會不會去到得罪人 得罪情道人 不罪牧師 我們是一個粗學的 幼稚園 在這裏 我現在想大家留意一下 他講出他的懼怕 當我們知道這件事 要先問那個人 對 問那個病情風 他突然間心口痛 我想問你的問題 他所叫你做的就是 如果那個人真的很不舒服 你問他情況 對 要叫車 他這樣說 你可以接受他所說的 如果有些人真的很嚴重 就先問他 想不想去 譬如有一個人 打得很傷 跌了地下 或碰到很遠地 我們也可以問他 想想找醫生 也可以問他 那個人這樣提議 我想問你 如果這樣 你覺得這件事有沒有困難 譬如有些人很嚴重 你覺得有沒有困難 照計應該對 那我就 我第一個時間 我就先找子耶穌 我說子耶穌 什麼都可能可以醫治 我第一個時間去醫治 有些人認為他嚴重 有些人去幫忙打電話 那是不是第一個時間 找耶穌醫治 先說一個好的方法 一個就是李維琪 然後找另一個人去打電話 這就是一個好的方法 其實那人的意見 都未必是不好的 都是有好處的 我又想問你 既然你知道 有一個好的方法 這樣 你心中的懼怕 你又覺得 你可不可以有方法處理到呢 即是說 他講過一次 你就怕了 但你以後說 如果這麼嚴重 我就可以了解他的情況 有些嚴重 然後我就決定 是不是找人打電話 由我來祈禱 這樣的時候 這樣的解決方法 會不會令到你害怕不怕呢 即是如果這樣的話 是的 所以我現在還未明白 就想你解釋 即是說 應該一路去打電話 你一路 和你按字來祈禱 OK 其實你現在這樣 你之前剛剛說 就是這樣的方法 這樣就說 挺好 這樣方法就行 其實有很多可能性 對 有些人說 緊急到什麼 我就和你祈禱 我不接受醫生 有人這樣說 有人說可以相關齊下 可以問一下他 我覺得這也是 有時是基督徒的解釋 即是沒有絕對對錯的 即是如果我看到一個人 哇 撞到頭傷得很厲害 我都會馬上問他 我們想找醫生 然後我都為他祈禱 即是我兩天相關齊下 我譬如說 不要找醫生 你踩在這裡 我只是為你祈禱 你不要找醫生 我覺得我兩天都應該做 所以這也是我們人生的智慧 其中一個我想去進入 不過現在可能會有時間進入 就是在你裏面 是否種低了一些害 種落了一些害 以後有親想到什麼事情 就糟糕了 不知人家會怎麼說我 是的 有很多情況 不知合不合 就變成一種威脅性 是 是 那我想問你 在耶穌裏面 我們知道有這種懼怕 可以怎樣勝過這種威脅性 好像 我不知道做錯了 怎麼辦 怎樣處理這種威脅的意 我就跟耶穌說 我說不需要的 我懼怕 我主要的意思就是 有時候人試過一次全方向 然後被人罵 現在就怕了全方向 你現在就為人騎討 被人罵 然後不太敢放人騎討 那這種懼怕 你覺得可以怎樣勝過這種懼怕 在這裏面會不會還有一種害怕 我就不會 只會這件事未明白 未明白 但用到大位前方一 我都可以 好 我們聽得出 它來說不是那種懼怕 雖然可能也有存在 因為這個要時間去瞭解 而是 到底 決定做哪件事 知道的時候 這個回應就簡單 其實 我可以 因為回應你的懼怕 這是一個大題目 為何要勝過懼怕 神是掌權的 我跟從神是最好的 我也有神的智慧 因為在那個情況下 我都只能夠按照神 給我智慧 神的說話來做決定 沒有人有一個絕對對的決定 就算醫生也沒有一個絕對對的決定 所以我不用怕 我也問那個人 你想怎樣 如果他很嚴重的時候 我都會問他 他想要 譬如說 我現在就是想發這個醫院 我們便帶去醫院 在途中我已經祈禱 即是給他的決定權 即是變成我不用擔心這個 怕死 我是不是做錯事 有些事情 我們要問那個人 而 當他譬如說 你問我祈禱 你就相信神給我屈臂 我就祈禱 我有放心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處理 就是你留意一種懼怕為人 祈禱的心 處理錯 這是最重要的 方法是不難的 為什麼呢 只有幾樣 問他 為他看不看醫生 有人打電話 你也有為他祈禱 這些 這些 就是主理方法 combine 就可以的了 也沒有一個人絕對對的 那些醫生 都可能會做出一個決定 何況我們未必做出一個決定 有個大目撒 都可能會做出一個決定 我們只能按照神給我當時的感毒 希望這樣 你就不要害怕了 但當年有需要時你都可以問他 你想我做甚麼 他現在說出來你就會根據他的使用 大家先聽到我 留意他到底他關注甚麼 然後去了解他關注甚麼 了解他背後有沒有懼怕 他心中影響他的思想情緒 這件事釋放到他便會以後放膽 如果釋放不到他就很害怕 有問題先做過程 我有些感受到 那一刻他被否定了 他受傷了 他很熱心做這件事是很單純的 但被人厚定了他 其實是這下年了他受傷 之後他覺得他沒有勇氣再這樣做 因為他說的時候 我想起我曾經都試過是被一個目擠 這樣說 就是當… 我感受到他的感受 就是當時我剛初信住 我很熱心地講見證 我以前未信住的時候 我的生活是怎樣去彌立 但我信他耶穌就是我心情如何去改變 很期待我跟他分享 然後有一天復師跟我說 你跟他分享是見證耶穌 你過去的事情已經過了 你不要再這樣了 之後我就不懂得當見證 你知道嗎 我很怕當見證 我不喜歡當見證 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那件事 我需要這麼說 不是 那到今天那種巨化還有沒有在 有的 他講了就這樣過了 是 就是這樣過了 就是因為你有同樣的經歷 所以你有同情心 所以聽你來說 你的心目也是因為這件事 還是開心 還是沒有擔心 其實不是擔心 不是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 就是見證 他說這個不是見證 見證就是講耶穌 在你心裡當中 講完就是講耶穌 不是講你以前的事 你現在又怎樣 我就覺得 不懂得講見證 就是這樣 他不開心 他可能都會感受 他那時候我也會感受 那你到今天都覺得 在莫茉莫斯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之間 都會致念他一個人這樣說 就是我不知道 你現在是認證 因為被人很認證 不喜歡和不認證 他就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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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就是你以為 難道我信了主自由 稱孔子 信子的見證 就我以前忘記 我以為我背後那些 但子爺所謂沒有背後那些 但你有個見證 你都要夠膽講出來 那牧師跟討厭之後 你都心協助了 就是這樣 對 我心協助了 所以這件事就很緊你 那你有否嘗試去釋放那些人 或者這樣 沒有 因為他還沒說的時候 我也沒有在意 但剛剛說了 他就招棄了 我就明白他的感受 其實這個釋放 都是有很多層面的 一個層面就是 接受自己的感受 我知道自己有這種感受 我知道我有這種傷害 影響我 去安慰我 醫治我 這個心靈 另一個就是思想的靈略 你是有一個思想上的 一個就是感受 一個感覺上的感受 第二個就是 牧師說得對還是你對呢 你有這個 這樣 其實我不是說誰說得對 因為他說得很嚴重 他不想那些初信者入讀教會 不能以為 所以 基督徒各國都有 一些誤會的過往 會影響那些初信者 他的意思是一個問題 然後我就 原來我說見證 是影響人性的 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因為牧師的傳遂音給我 我覺得他講的應該是對的 那之後我就盡量不講自己的過去 自己的過去就不講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是傷害 一個是被拒絕 另一方面就是你覺得 不知道是 應不應該講 或者因為牧師所講的 看法跟你一樣 不見了你好像 如果我說出來 你好像是錯了 於是 不知道怎樣去捉捉到別人 或者幫到別人 而不懂得講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被人否定了 否定了你之前所講的 你所做的 是錯的 我會首先回應他說 神是接近所有的 經歷和愛你 去關心你 知道你受到的傷害 就算有人否定你 這種都是一種傷害 神都是看重你 珍惜你的分享 所以我就說 我也鼓勵你能夠得到一種 心靈的接受 我有這個醫治 神在我過這麼多傷害 神都醫治我 神是愛我的 神接納你的 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你過去發生的事 一定可以祝福你 但也有分類 有些你的經歷是很強烈的 你知道我講甚麼 有些經歷是不太強烈的 有些很強烈的那種 你就要考慮對象 有些不太強烈的經歷 有些不太強烈的經歷 有些人會聽到 以為這些基督徒 說每個人都不知道 發生了一些很轟瘋 動地的事 很嚴重的事 有些就未必適合我出來的 看情況 但有些沒有那麼嚴重的事 那些就可以比較容易分享的 有些很嚴重的事 那些真的要衡量的情況 但我想最主要是安慰你 就算有人告訴你 不應該說 我也覺得 在聖經裏寶羅也分享他的經歷 他幾次都說 如何見到耶穌 耶穌如何改變他 他都分享他的經歷 所以這是他的同錯 不過問題是分享的 所以我就說 你放膽去做 神會祝福你 使用你 如果有些人跟你有類似的經歷 你說出來的問神 這個實行不是我分享的實行 如果那個實行 你會祝福到那類似的經歷 所以我就會鼓勵你 放心 因為以前我讀神 曾經有我們教導學時也有講 這是中派的看法 中派的看法就是 所有的訊息都是神的話要解釋 不可以有個人的見證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和聖經不是符合我 因為聖經話 寶羅都是分享他自己個人的見證 所以這件事並沒有抵觸到聖經人 所以我就安慰你 所以我就說你放膽去做見證 不過你憑什麼時候說過這個見證 為什麼呢 譬如有一個人 另一個例子 譬如他殺過人的 譬如有一個人做了一件錯事 我殺過人的 他就說 哇 可能這不是他的經歷 不過我只是說那些這麼嚴重的 他搶我打碰銀行的 他聽完之後不知道什麼事 我們就衡量哪件事說 這是我的問題 但是分享神如何改變我們 我覺得這件事是沒問題的 OK 好 譬如這先弟兄說到的時候 他講到為人祈禱 我聽的時候發現有另一件事在背後 我就會去找另一件背後 只會聽的時候又聽到另一件事 就是他的鼻腿喘 這又帶出他的另一個問題 OK 好 好